虽然8.0和8.1两个版本的表现不那么近人意,导致大批量的老玩家,或者是当前资料片入坑的新玩家退坑,但是毫无疑问,8.2的全新团,本以及补充特质装的精华系统,都吸引了一部分玩家打算再次回坑的想法。 想要回归自然离不开金币,全新版本8.2为各个专业提供了全新的配方,自然也带来了无限商机,由于国服特殊的环境,大地精玩家往往会垄断制造业,让很多新手玩家无可奈何,那么,如何能够避开大地精,甚至是机器人脚,本来赚取第一桶金呢? 这里强烈安利贩卖小宠物。宠物系统经过多个版本的修正和添加内容,到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系统,逐渐成为了魔兽世界的一个核心玩法,加入到宠物对战和宠物收集的玩家也越来越多。因此,在这个领域绝对有很大的操作空间。 小宠物如何赚钱?这里提供两个思路,第一,收集稀有宠物,或者使用宠物直接贩卖。 第二,在拍卖行倒买倒卖,可以低价减漏然后转手高价卖掉,很多玩家并不知道自己的宠物的属性是否珍贵,往往会标记一个非常低的价格直接出售,除了倒卖之外还可以扫货,买下一集的宠物,三只一起练集, 可以选择一个高等级和两个低等级的,这样迅速提升到25级,再出售,价格很可能会翻几倍。 这里推荐几个可以直接出售的小宠物,巨兽导四天王,也就是赞达拉列祖者,赞达拉席境者,赞达拉涅之者,以及赞达拉斯怀者,这四只小宠物,都是由熊猫人之谜版本地图巨兽岛上的人形怪掉落, 巨兽岛上的数码龙乌达斯塔掉落一只坐席,可以留在这个地图一个小号,每周刷刷坐席,刷完了就绕倒一周刷人形怪搜集小宠物,这四个小宠物,都是打对战和过任务非常高兴价比的四只,拍卖行一般都在5000至1万金币左右,如果练满级,价格更高。 除了巨兽岛四天王,就是戴米多斯的蒲丛,由德拉诺之王版本地图隐约古南部梭雷克萨高地,100级日常区域,的稀有戴米多斯,46.0,71.6掉落。 该宠物几率掉落,是小号通过宠物对战升级的极品宠物之一,适合倒卖和炼级在出售的小宠物,这里推荐钢铁星弹和黑猫魔宠,钢铁星弹高宫高血,是机械队核心之一,黑猫魔宠和戴米多斯的蒲丛一样也是炼级神器,高宫带减伤还能击杀回血,基本可以一挑三。做世界任务也是非常实用。